哈囉大家好我是李芷婷 那喜歡來到我的頻道 耶 今天呢 哇我終於要做我們的20萬QA了 我的公眾人員有幫我統整 所以很期待你們的問題喔 我現在是完全不知情的狀況 所以我不知道問題是什麼 但就 來吧 請問芷婷對明年的期望是什麼 芷婷想要我的IG粉絲人數破50萬 耶然後 我想要開演唱會 然後演唱會的票是 秒殺的那一種 會不會這個運動會不會太難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想要再做更多首歌 我自己目標是明年要做出 一個月吧至少要寫出大概 六首好聽的歌 那你演唱會要開多大 Legacy等級的 一千人我要一千人 YouTube之後還會有其他主題嗎 現在沒有的 我最近有在想一個主題 但我覺得會被罵 就是我很想開一個約會企劃 然後那個約會對象 可能是朋友之間的約會 可能是什麼一日假情人之類的 我覺得還蠻想玩這個的 然後也想要開一個創作方面的東西 跟別人一起寫歌 把它紀錄下來 什麼時候會有第二張專輯 哇這個問題真的是問得太早了 好了我現在才剛發我的傳奇沒多久 我今年10月5號才實體 然後6月才前五首歌釋出 是太早了 如果順利進行的話 我覺得明年可能年底會有機會 老闆們希望我自己寫的歌要再多一點 他們想說這樣會更有自己的味道 所以我現在還在努力當中 拜託等我我很快 什麼時候會再開演唱會 我們已經有討論出一個日期了 我很想跟你們爆料 可是不行 我會被揍 所以 那我確定的是明天是真的會有演唱會 可能會是在 中旬的時候 就想要挑一個大家都不會撞到的日期 每次開演唱會 可能是跟我說 喔姿勢 我那天我要斷考 要工作沒辦法 然後我看了就很心痛 他說 好不容易我開演唱會 結果你因為有事情沒辦法來 所以這次的日期會調好一點 什麼時候發現自己喜歡唱歌 有知道自己是唱歌是好聽的嗎 我大概是從幼稚園的時候 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開始喜歡唱歌 那個時候我們小朋友們 在早上的時候 老師都會請小朋友們到廣場那邊唱那個 我就是唱小星星 邊唱小星星邊跳舞 我的幼稚園老師就發現我是 這群小孩子裡面當中特別活躍的 有跟我媽媽講說 我覺得你的小孩對於表演這塊 感覺很有天噴什麼的 然後我那時候幼稚園的我是很喜歡做這件事情的 但我對於有一個人在走音這件事情 我是沒有感覺啦 我都還是聽哥哥跟我講 我有沒有走音 然後哥哥是有發現說 我的音都蠻真的 為什麼會想當歌手 參加中國新說唱會緊張嗎 好煩喔 已經不是一次有人問我說 參加中國新說唱緊張了 最近還有人問我說 你參加我是歌手會緊張嗎 我想說我是參加那麼多節目是不是啊 我參加中不好聲音 我開中不好聲音 我是中國新說唱 為什麼想當歌手 我之前可能會回答說 是一種使命感吧 可是後來我覺得 會想當歌手 純粹就是因為我超愛唱歌 可以以這個興趣來當作職業 然後也很努力的在 往這個方向前進 我就覺得 Yeah 從右轉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可以當歌手啊 就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真的沒辦法解釋的 我是一個不太會說話的人 但是我喜歡唱歌嘛 那唱歌音樂 就是一個讓我 可以好好表達的一個方式嘛 紫婷會想要往戲劇方面走嗎 你們都不知道 我這幾天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演戲方面 其實一直都沒有興趣的 然後自從拍了 你聽聽就好的MV之後 我更有興趣了 因為我有看我MV的初剪 然後發現 我好像可以耶 就是 我好像可以耶 可能一開始面對鏡頭有點青森 那些微表情可能擺得比較 不是這麼的完美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演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你可以去演 你沒有經歷過的角色 轉換一個 一個生活型態那種感覺 體驗不同的人的人生 你好小姐請問今天要點什麼喝呢 我要一杯那個QQ妹妹 回到那邊喝茶 嗯 我沒有這種飲料喔 嗯 那我要一杯真 真 真 你大老跑來這裡 終於我的 MV 有 fun 對 所以說 round 是 很多痛 廣東 是 那些是 每次都連 哪些是 但我好像 還有 我們的那個影片內容有那個信箱 你們就點吧 謝謝 演戲的部分想挑戰什麼類型的劇情或角色 很想要演那種很苦情的角色 可能一開始很賤的女生 就是一直很想要去得到男生的那種 關注的那類型的 這不是我的性格嘛 那我就很想要試試看 那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所以很想演看看 可能類似小三的概念吧 有沒有最想合作的歌手或藝人 歌手的話 我還是想要跟Jay Sean合作 我已經講了NBA了 但我還是很喜歡他的音樂 感覺如果我跟他合作 R&B可能會真的很R&B 有沒有啦 有男朋友了嗎 我真的被問很多次了耶 我看起來像是有男朋友的人嗎 我這麼忙 你們覺得我會有男朋友嗎 但我很常很常在現實狀態說 好想要交男朋友 可是就是沒有啦 好下一題 但是如果有介紹的人選 還是可以跟我說謝謝 現在知名度越來越高之後 生活有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讓你有什麼感覺不一樣 我還是適應力蠻蠻快的人耶 不如是說我比較反應遲鈍 我覺得唯一一個很大的不同的點是 走在路上可能要抬頭挺胸一點 因為我有頭背的習慣 但是因為走在路上 現在會有被人家偷拍的可能性 我都有發現到 就是最近在路上走路都會好看一點 然後也不會就是 就是走在路上挖鼻孔之類的 我本來就不會挖啦 但就是一個人比喻吧 對 之類的事情 紫婷可以鱷魚大笑30秒 當我的來電鈴聲嗎 30秒 等一下我想一下好笑的事情 3 2 1 可是我這個很無聲耶 鏡頭後面的人都不怕 30秒了嗎 20 21 好啦 5 4 3 2 1 OK OK 請問是誰問的 給我出來一字熟喔 我之後可以給你名堂看 好 謝謝 謝謝 我需要我需要 會想養雞娃娃嗎 雞娃娃 雞娃娃 雞娃娃娃 雞娃娃娃 雞娃娃嗎 我還滿想雞娃娃的 雖然大家都說雞娃娃太太太太白目了 可是 我覺得我就是喜歡他白目的樣子 想知道立子婷在作為歌手或練習生時期 有沒有什麼心酸難過的故事 後來又是怎麼克服 有啊就是我明明有上舞蹈課喔 明明有在運動喔 結果反而越來越胖 很傻眼的回答 當紫婷對於一件事情想放棄時 紫婷會做什麼 我會沉澱一下 然後思考說我是 真的想要對這件事情放棄嗎 因為有時候是 單純就是 太習慣那個狀態了吧 所以會覺得很 很麻痹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新奇的事情 在發生 然後就會產生放棄的念頭 有時候可能就是 就會迷失方向啦 那就是要找一下 要自己的內心對話一下 對 我其實真的有放棄過 想要唱歌這件事情喔 大家可能就是覺得說 我看起來過得還蠻順遂的 可是我自己內心會開始衡量說 就是 其實我會突然間到那個地位 你會覺得 會不知道自己在 要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那有一段期間對唱歌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唱什麼 所以還 就有想 就甚至已經嚴重到 想要跟公司討論說 你們覺得我是真的可以 走很遠的歌手嗎 然後我想要放棄這件事情 大概有好幾天時間嘛 沒有想要做音樂或是唱歌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說 音樂真的是我人生中 沒辦法失去的 失去的東西 就是這點事實是很確定的 好 下一題 唱什麼歌會覺得最吃力 我自己的歌就很吃力了 哪一種 哪一種 當理智 聽得到 我覺得這首歌超級難唱 你們看我現在現場也很少在唱 因為我還在練 他就是假音很多啦 美麗舊世界裡面 你最印象深刻的歌詞 我不是誰的狂吼 也不能被真有 超有印象 如果沒有想當歌手的話 會想要做什麼 喔 這個我也想夠耶 但我其實還蠻想去做林隊的 就是帶大家去觀光的那種工作 或者是小說翻譯家 因為我對衛文超有興趣的 就很喜歡學 比較喜歡山還是海 好問題耶 我喜歡海 那個海生有一個頻率 會讓人家覺得很寧靜 如果這世界上 僅剩一種食物可以吃 你會喜歡是什麼 抹擦牛奶 抹擦牛奶絕對不能消失 它就是我的生命 但如果真的只剩一個食物 我真的覺得抹擦一定要留下來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QA的內容 大家覺得回答的菜頭的話 請幫我的訂閱抽到30萬 我們30萬還會再做一個QA OK 總之就是 希望大家健康啦 我在講什麼 如果我們的訂閱人數有到30萬好了 我們還會再做一集QA 讓你們問更多不同的問題 更加深入的多多了解我 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旁邊選擇 如果想說的話請留言 繼續聽爆我的專輯 專輯可以在各個的唱片行買 然後我們的蝦皮商城也有專輯 所以可以去買 可以去買 裡面有我的寫真集 不裸露的寫真集 然後還有歌詞本還有金唱片 頂起來 大家掰掰